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文杰在這裡, 大眼都在這裡 我們就要討論黃之鋒, 又再次委屈別人跟蹤他 還有一個新綽號, 想知道有什麼綽號, 記得看下去 之後的就是, 我們要討論一下 許智峯不斷濫用私人檢控, 就去告人 有之前的西灣河警員, 還有今次的深水埗的士司機 但是今次終於被天收了 被我們的正義化身, 何君堯, 何律師, 告一回頭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之後就是令人自豪的英國皇室 竟然爆出一件大件事, 就是在菲利普親王 有三十幾個情婦, 當中包括一些親戚 多麼恐怖 最後就是解放軍兌現承諾 今天已經公佈了台灣的南部東沙群島 和台灣的東部同一時間進行軍演 我們稍後探討一下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先講講黃之鋒 他在山頂說被人跟蹤滋擾 消息所指 黃之鋒當時說他放狗 連同一個女性有人 去到山頂的時候 立即露爆人 怎樣露爆人呢 就是說他自己開車上去的時候 發現有一輛私家車跟蹤著他 下車之後就指到有人拍攝他 這是避害妄想證 因為根本上呢 你上山頂 一條路 一條路 本身呢 上半山是兩條路 半山呢 上到半山之後就一條路 由這個馬紀鮮峽道和 司徒拔道上去之後 只有一條路上山頂 沒錯 人家各個上去都是經那條路的 沒錯 人家都不用得了 還有很搞笑 他說被人跟蹤 誰知道他自己又說了 上到去之後 原來已經有人在等他 大佬 整個山頂都是人 前言不對後語 根本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沒錯 接著他就拍下別人的車牌 然後呢 就上網 想將這些資料發佈 但這次呢 他學精了一點 原來 這個車牌是屬於一位警員的 因為之前黃之鋒 在自己個人的社交網站公佈警員的資料 但法庭班沒有禁制令 是違法的 所以這次他將部分的資料 遮蓋了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難道你可以去行山 可以去放狗 警察不可以放狗行山嗎 這件事不公平 還有人家一早已經到了 你又說人家跟蹤他 所以呢 黃之鋒現在有一個新綽號 叫做 山頂黃之鋒 預意著 山頂 一帶 去看 去玩 這個意思 所有人踏捉那些 都是跟蹤他 或者去滋擾他 沒錯 黃之鋒所經之地 任何的十二身肖屬性都要彈開 無乃至高警戒 沒錯 沒錯 還有很搞笑的 他就說 對方就四五個人 這樣 就滋擾他 拿著手機等等 等等 然後去罵人 喂 那麼 去山頂拿手機不行的嗎 我連一個人也有手機 因為拍照很漂亮的嘛 對啊 然後就說 你四五個人 這樣加起來 在這裡你還不是滋擾我等等 他是撩人家的 因為他就說 一落到車 原來就已經有幾個人 就同一時間在上面 就走過來 這樣 然後 他就先去撩人家 噢 對呀 撩人 撩人 吵架 這樣 人家當然 不 不分氣 不分你撩 這樣就 說回你轉頭 這樣就說 他 說別人家滋擾他 但是 問題是 他說別人四五個人 滋擾他 他自己本身都有五六個人 那怎麼辦 那就更加大力地 滋擾別人 沒錯 之前就有些人 在上面 拍照 黃之鋒 神經過敏 看到有人 拿起手機的時候 他就立即出聲 就走去罵別人 滋擾他 別人就看不過眼 接著就還擊 整件事就是這樣 是啊 有很多人都 接二連三罵他 就說全部人都是一個團夥來的 但問題是 他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那麼多香港人不喜歡他 這件事是他自己造成的 夠柔自取 是啊 所以你不可以掛人家說 說什麼滋擾你等等 你不出口罵別人 別人就不會理你了 是不是 然後 你療興了別人 很多街坊都看不慣 你又說別人說你 沒有錯 哪個道理可言呢 說真的 他做的壞事那麼多 就算他自己走出去 去一個任何的地方都好 別人認得他是黃之鋒 他被人罵那麼出奇 因為有幾個字 就形容他這些人的 就叫過街不知什麼 哦 是啊 沒錯 所以人人就得而諸之 過街接接 對啊 沒錯 人人得而諸之 他也很搞笑 一開始就誣蔑別人是國安公署的人 哈哈哈哈 我全家大勢來山頂 那裏都是國安公署的 交遊下都是國安公署的 然後就誣蔑別人 你不是國安公署的 擺明是記者來的啦 你是哪家報館啊 你又是記者啦 不是CIA啦 不是FBI啦 哈哈哈哈 又是記者 什麼都他講完 是誣蔑字堆的 所以從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自己 怎樣去製造一些輿論 怎樣製造一些假的消息 就從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一條片 在網上不難找的 這些就是黃絲的一般的 老屈手法 還有他其實呢 他所有的行為 都已經離棄了他的手足 因為他說今天就上山放狗啦 他就做到風山水氣了 是啊 革命不是聘請人吃飯,所以他從來沒有聘請人吃飯 他現在基本上退休生活,很老實 天天做什麼就叫人捐錢 今天又有機會給他捐錢 黃之鋒一見到這件事,馬上回到家後,立即在Facebook開Live 為何黃之鋒這麼積極,立即會製造輿論 這是他的捐錢理由 之前我們也有個節目說過,黃之鋒要人夾錢請司機和保鑣 他自己有車駕駛,所以要請司機和保鑣 所以這些事件也是他籌錢的手法 大家就要看清楚 我們說下一件事,就是這個很討厭的許智峰 低智峰之前濫用這個訴訟 私人檢控 他用一個私人檢控的手段,提告兩個人 之前就提告警員 最終都是 律政司介入了 因為有很多理由 因為他本身開槍是有一個理由 有眼的人都看到 有良知有眼的人都知道什麼事 所以他這個行為是會 導致到別人覺得可以濫用司法程序 所以律政司就插手了 今次這件案件也是 現在這件案件就是 他私人檢控 深水埗那位的士司機 就說他蓄意撞上行人路那裏 但是明眼人都看到有人跳上車那裏 對,很多人都圍著他 對,很多人圍著他 你不怕嗎?正常人都會害怕 會失控的 對,真的會失控的 因為你裏面欠太太 有幾十個人圍著他 然後圍著他 然後現在告他 亂開車等等 根本是沒有道理 所以律政司就插手了這件案件 亦都非常合理 沒錯 這次許智峰就受到這個懲戒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因為許智峰這件事 有一個人看不過眼 就是何君堯 他用自己的律師樓的代表 就幫這位深水埗的士司機 仗義 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受害者變被告 因為何君堯律師 現在代表這位司機 就作一個索償 因為如果要上庭的話 是需要請律師 預備文件等等 這些錢 即使你不用上庭 你本身已經付出了 其實他都要付錢 但是這單案件 其實始作俑者就是許智峰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單案本身就不用審 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許智峰 去做回這筆錢 出來呢? 即是付回這筆錢呢? 沒錯 何君堯律師就幫忙去撒上 律師費 做文件的費用 浪費時間等等 這些都是很合理的 涉及金好像有八萬多元 八萬兩千元 是的 是的 那也都很合理 因為許智峰濫用這個司法制度 將一些無辜的人去提告 所浪費的錢應該是他給回 許智峰現在還要求律政司交代的原因 還好凶狠 是的 還有他就說 他現在還要準備做司法覆核 覆核律政司的決定 希望再提告這個的士司機 我們自己看 這件事沒有可能給他 有機會得逞 還有立法會條數你還未得逞 現在是 沒錯 你自己還未得逞 還有一筆數 我們先說一下令人志豪的英國皇室 令到英國人志豪 還有那些崇洋媚愛的港人志豪 因為從來英國自稱的皇室 令人志豪 很高貴 即是拋惡這件事 是形象出來的 今天的主角就是英女王 以及他的老公菲聶親王 菲聶仔 都不是兒子 99歲 菲聶親王原來被包 在英女王結婚後 有三十幾個情婦 稱之為情婦 還有一些未有名份 數之不計 其實很難統計得完 現在說的都是有名有姓 沒有被人挖出來的 沒有被人挖出來的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有什麼人 先說一下親戚 親戚 親戚 很恐怖 有雅麗山郡主 即是英女王的表妹 又有這個 她的兒子 安德魯 她的兒子 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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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萬富翁 獨生女 出生顯赫 這段關係維持了二十年 嘩 都不短 沒錯 直至2002年 馬加列公主 是小小的 當時菲利親王 當時 跟這位女星 Penny 去了度假 搞白事 還去度假 事隔一天 才回到白金漢宮 這件事令到英女王很震怒 很傷心 自此這件事之後 英女王 就要菲利親王 斬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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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王族血統 他是希臘的王子 也是門當戶對 沒錯 一個王子 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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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入聚 但他入聚之前 他是王子 他做什麼都可以 女色等等 風流快活 你一個王位 你可以擁有很多情人 所以他現在入聚了 這個英國王室之後 可能他心理上不平衡 以及跟他以往的生活 就不太習慣 被人壓制 以前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而且那個一人之下 也不是很狹狹 因為遲早到他 是萬人之上 但是現在 有時候有一人之上 沒錯 現在 就在英女王 他永遠是一人之下 甚至乎是幾人之下 沒錯 所以他可能平衡不了 而且他以前的生活 他可能戒不掉 而且他也有點蠢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菲獵仔 為什麼要說他蠢 你明知道你老婆 就是英女婆 那麼多爪牙 他爪牙的間諜 遍布全國 世界各地都有 你看看 之前那個王妃出事 就是被爪牙害的 有傳聞說 你也不會害怕 對嗎 不是 我這樣看 他的情婦多過爪牙 那也對 也有可能 因為 報道說 他的情婦是遍佈全國 是 如果情婦遍佈全國 那他的私生仔 應該不少 應該不少 涉及到社會各個階層 現在博光的 暫時只有這麼多 但是 英女王 即王室那邊 其實他們 都會禁止他們的傳媒 過份報道這些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改名 改名 叫做大不列顛亂倫帝國 英文就叫做 哈哈哈哈 你好厲害 我覺得這樣的 其實非業身王 都很幸運 因為如果他繼續留在希臘 的話 希臘破產 破產親王 對 破產王帝 就沒有用 現在都叫做生活無憂 不錯 沒錯 沒得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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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無憂 接下來那個單 就是解放軍 對現成樂 因為之前有人說 解放軍 在台灣的南邊和北邊 是靠客 沒有實質的行動 現在海南海事局正式宣佈 8月24日至29日 就會在海南島東南邊 即是東沙群島 進行大型軍事訓練活動 還有就是同一時間 在青島連運港對開東部 組織大型軍事活動 即是黃海對出 就是台灣的北部和台灣的南部 我們先說說東沙群島 因為東沙群島跟香港是非常近的 只是300公里 之前也有很多美軍的飛機在飛過 還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 我們的中國軍隊 南下去南海的時候 東沙群島是一個必經之路 在台海那邊下去是一個必經之路 還有美軍從西太平洋過來 南海那邊也是必經之路 所以這個戰略地位非常之重要 雖然島仔細小 只有1.7多平方公里 但是島主很大 但是 戰略地位很重要 說說東沙群島 這個島仔有什麼設施 首先 它有一個很簡陋的機場 可以讓這個運輸機升降 還有就是有大概300名台灣士兵 在那裏進駐 大概是一個加強連了兵力 其實如果解放軍攻佔這個島 其實這艘台灣士兵 可以說是不堪一擊 因為它人數不多 地方又細 裝備方面呢 裝備方面都是弱的 但是為什麼在這裏舉行軍演 或者解放軍有意想奪取這個島嶼 就是因為其實這個島嶼都可以 部署一些反艦的導彈 或者防空導彈 這樣對解放軍出入南海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威脅 而且它不會把我們打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台灣省 你打算推翻我們整個中國政府嗎 這不可能 我們現在收回台灣省很容易 其實它只是一個島礁 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舉行大型軍演 有一個報道就說 就是美國那邊的報道 解放軍今次的軍演 是空前龐大的 有登陸艦、氣展船、直升機等等的裝備 但其實我想說 每次解放軍一些登島演習 或者一些近期的海事演習 都是大型的 偏向都不用你講的 你不用在那裏作大 更大型都還有 沒錯 其實如果一個面對著這麼龐大的軍事力量 那300個台灣士兵 大家想想一下 其實下場真是 都幾慘 即是一是投降 一是變炮灰 真的變炮灰 我們說回東邊 青島對開 這個規模可能沒有南海那邊那麼大 但留意 今次東海那邊舉行的演習是22日至26日 剛剛我們說 南海那邊是24日至29日 即是中間重貼了幾天的時間 所以是一個非常罕有的軍演 在同一時間 兩個地方都進行大型的軍演 其實解放軍是少有的 亦都是這個 戰時預備打仗的一個訊號 可以做一下推演 因為我告訴你 我可以兩面夾擊一面 對台灣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其實我想說 解放軍不單止兩邊 其實是四邊都可以 今次是比兩邊 你先看著 看看你們會不會做 警告一下其他人 還有讓美國看到 最重要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